姐妹花姚姚和Apple近期难得一起登上节目 分享了旅游经历 两人谈言之前去美国时 曾因为英文太烂而被海关挡了下来 期间海关询问了两人的职业 姚姚竟然回答称I'm a star Apple还在一旁补充 想到他们是TV star 接着海关进一步询问了两人使用的一名 听到Apple这个名字后 对方感到超傻眼 因此开始怀疑两人去美国的真实目的 并追问他们非美国的机票到底是谁买的 似乎误会了两人的真实职业 所以姚姚特地找出和电视台的合照 海关才终于相信两人也顺利入境 这段经历让姚姚感叹 这一生可能只会去这么一次美国 以后应该很难再去了 因为语言真的不同 哇